壽司吃光光把盤子投進水道入口 卻卡住了再用手推水道依然擁塞 因為對面的顧客正在嘗試回轉壽司的都市傳說 傳說中將中獎記憶很高 開始 網路瘋傳累積很多盤子一次丟 中獎機率比較高 TikTok也有很多實測影片 很多民眾也想嘗試但卻影響到其他顧客 民眾在Dcard上PO文表示 和朋友去吃連鎖回轉壽司 坐在對面的年輕人正在實測 但因為他們讓我們的盤子完全卡住 只能請服務人員幫忙處理 殊不知才剛清理完 對方又猛投十幾盤 結果又卡住了 似乎完全沒有察覺自己造成別人的困擾 如果那個機器壞掉的話我會很麻煩 也許可能這機器會高一點 但因為我就沒有嘗試過 我會想試看看 畢竟吃這些連鎖回轉壽司 能夠投盤扭蛋是一大樂趣 不過有前員工也現身留言 盤子卡住都是店員要用手去撈 呼籲消費者別再這樣做 而業者對此不多做回應 但私下表示 因為不能確認每一個消費者的行為 如果顧客遇到頭盤口卡住的狀況 店鋪人員會盡力幫忙排除 只是這都市傳說 那不是機率問題嗎 就是不太懂一次丟跟一次全部丟的差別 會中不會中恐怕跟速度無關 終究還是機率運氣問題 呼籲民眾還是一個一個慢慢投 以免造成店員和其他顧客困擾 TVBS宣傳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報告TV 報告TV